小石頭,總算安靜下來 今天不知道是天氣太熱 還是人家身體不鬆快 一直哭,胃口也不好 可是這樣,明天我要帶他去給他看 可能是最近的天氣真的太熱了 照顧孩子本來就是很辛苦的事情 你沒有,他們整天也累了,先休息一下 你今天不是全天把人家看過的客人 拿給我看的 我現在總算有時間看 你像這個看過之後,接下來 看要如何量產,還有選團,你才告訴我 我會趕快把後續的執行方向說給你知道 請 倩倩 家裡不是有請保母的管家 你怎麼不讓他們幫你搭婚餐 都自己一個人帶小石頭 我這樣想太累了 我是不敢小石頭了 小石頭一出事就斷了,還差一點的報名 我沒辦法讓他父愛,還有一個完整的家庭 我總是覺得我很貴欠他 就算說我有請保母很高興 但是我還是不放心 所以這麼一天到晚跟他抱在手 我就怕我自己是一個失職的媽媽 這都要怪高官大 無知了跟你生小孩 無知了好好照顧小孩做一個好爸爸 小石頭是他的鼓勵 他都這樣無聊無聊 真的想過無故這個 他竟然是四處在欺騙女孩子的感情 現在還做這麼多壞事 我真的很怕小石頭一到哪兒大 知道他有這種老婆,覺得很堅囑 浩宇 你不覺得管家的改變很多 我在想不想他這樣 他怎麼會變成這樣 我心靈 以前他的構成就有很多誇張 但是他沒想到現在這麼生靈 還是說 芷琳對他太絕情了 所以他才受到刺客 變成這樣死去立體了 千絕 你這樣說是在檢討被害者 這對陳芷琳不公平 雖然高官大他對待陳芷琳的方式 不是用暴力的方式 不過這是一種真心接壞 最有出的死去立體的人是陳芷琳 你就是習慣我看他讓高官大 比較強要催促 高官大他對陳芷琳做出這件事 他一定要去面對花魯的制裁 不管怎麼樣 官大都是小時候的爸爸 我是希望他可以改革主心 我現在怎麼有這麼多錢的還好人呢 這件事我如果沒處理好事 萬一如果老到大家都知道 我真的會身敗名裂 但是有得如果知道這些事情 一定很想起 會到離婚 千千也不會兩回 到時候 我哪有那個面 在那個金角騎去 媽 媽 你怎麼這樣對抗羽呢 我不是叫你別跟我們千千老伯子 我用說的你是聽不懂 一定要用我 富林 我是來找千千公公司的 公公司 那是你的舊口 我跟你說 我千千不可能跟你合作 你是怎麼樣就是不會死心 媽 媽 妳不要這樣對待皓宇 這段時間 若不是皓宇給我倒三天 我也不可能 事業還有家庭堅固 今天是我沒人去公司 才會請皓宇來我們家 小時候 乖 乖 妳看啦 一回來就把小石頭插進去 皓宇 老婆 我們帶小石頭去公園 散步爬里頭 她說 爬里頭對新生兒 心中真有幫助 好啊 我是小石頭的阿嬤 你看到南皓宇 我就變成何人了 阿嬤 妳一回來就麻了 不如我們全部都出去了 更不認識妳的吧 皓宇 來 喂 梓梓梓 我告訴妳 我已經去外交回中看過了 不過 我告訴妳一件事 要有心理準備 就是 親親親 行公司的家庭 就在我們家庭 所以 我們兩人會搶碰 好 我知道了 我們在這裡說 好 拜拜 拜拜 小石頭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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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石头,我们来了哦,来 哎呀 哎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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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这么多好,会在这儿都教你了 谢谢你啊,伯伯 哎,伯伯 我跟你一样都是高贯大很多的女朋友 你身处兵有个暖来的陪你 哎呀,我算感觉空窗很久 我告诉你,在台厚厚厅你身处兵这个人 我跟高贯大那种渣男有任何的交叉吗 伯伯,我看他家 你对贯大是念念不忘 我听说,之前你又为了他处小困难了 既然,我们都爱过贯大就不要这样说他了 我是因为分手不出二业 这是最基本的受用 拜托,高贯大那种渣男 你要跟他说什么受用啊 没有一刻跟他走不走就对不错了 你不认为他是你今年的老婆 你又替他说话 大人大争,别这么不想 大姐,大姐,大姐 大姐,大姐 神神啊,我看你脑袋会好好啊 你又没脆脑了 本手套就在旁边啊 你怎么会把本手套给别人啊 管你什么事啊 大姐 大姐 你先冲好了 你帮我乱了 你是听没话说的吗 我就跟你说,本手套就在旁边了 把本手套拿起来,等你本手套 老婆,你的脑袋这么大啊 对啊 你买得像是生理女超人一样 不知道哪个人看到你这样 一定会当作你是警察 或者是环保区的人 我就想偷偷被别担本手的人啊 一点都没有 我们现在的社会 最需要的就是 你这种有正义感的女超人 漂亮喔 你没有人的,我先来找 拜拜 拜拜 温温 温温,来来来 妳是要弄什麼 好 妳別沒用 來 來這裡坐 怎麼這麼沒洗妳 來 再我弄錯了 來 沒關係 我就想妳應該是要回來 想弄一杯咖啡給妳 謝謝妳的體貼 說到這個 我就要感謝方萬飛 謝謝她把妳訓練得這麼厲害 聽聽 如果沒有是沒那個客氣 喝到妳煮的咖啡 我們是室友 而且組合經理這麼多事情 給上照顧也是應該的 說得也有 我們剛才組合戴這麼久 不像像前進模一樣 就要惜福 知足 好 我來喝妳煮的咖啡 妳是怎麼擺飲 我在想她 她還是比較好喝咖啡 喝咖啡會影響睡眠 我如果是睡不好 我就會變賣 在平常的時候就沒在注意 妳這怎麼會變得很漂亮 就最近啊 我跟芷琳都在跟她唱上說 保養品合作的事情 東西如果想不到好 站在家裡要有說服 妳不真的可以 我看妳的衣服也好得差不多 但後來回診的時候 她想說妳沒問題 不然妳也可以來跟芷琳打三天 保養品的競爭很久 她一定要有好的產品 氣味還有特色 這樣才有得在市場 脫穎而出 就像金芊芊啊 她之前是美容教主 不過現在有芷琳跟她在戰市場 接下來一定會給她一六年 金芊芊這麼像說 她的團隊功不可沒 我跟妳說啊 今天我住在幸福空間的總監 朗浩宇 我看到她在金芊芊的辛苦邊 這麼有溫柔 又這麼有體貼 很少看到女人 她對一個女孩這樣 連我站在旁邊看都覺得 我竟然要讓她的溫柔融化 現在她跟趙芊芯有過夜情 不過就算說她跟趙芊芯有過夜情 她也不會因為這樣 就為了趙芊芯 她一樣 又那麼愛她的金芊芊 妳說 像這樣妳要完美型的男人 是不是去哪裡找了 妳應該不會去教她留我們好語了吧 我沒有 我只是分享我的想法給妳聽 妳也會說 沒有 沒有想怎麼妳說到她 不會像陷入愛河一樣 換妳 就算說我教她 她也不可能教她我 她教她的 是殘舊金芊芊 一種女生般的等級 沒有殘舊我 我只是為華蓮來的部落公主 殘舊人浩宇這麼有溫柔 還有這麼年代的男人 她根本就不會多看我藝 妳沒有需要妄自菲薄 在這個地球上的某一個地方 一定有一個很適合別人在等裡 只是時間好像不夠 雖然藍浩宇是妳的菜 不過全世界都知道 她只愛金芊芊一個 所以妳就想想就好 別想太多 比較便宜自己煩惱 來 妳放心 我有自知之明 我這麼沒餐廳 櫻桃小丸子裡面的美环一樣 那樣要花輪 這樣很減小 我會叫她笑死 好了 別跟妳說這個 我要喝妳煮的家裡